好了,大家好,今天是7月19日 回到明報報上埋伸擊的時間 今天跟大家去看看道指 道指期貨其實都非常之反覆 你看到它短短幾天之內 有上個星期,7月10日 當時最低是39558 出現CPI數據 美國的通脹數據回落 令到市場預計 它會有機會,9月就會減息 你看到道指一口氣 抽到上去41,672 短短1,2,3,4,5,6 計算這一天,第七天 由39,500 抽到41,600 昨天就出現一個大回調 技術面上 當然它還是一個上升走勢 但是似乎現在就開始先做回調 甚至乎我們會有機會 走回到10天線 或者20天線 才可以再看看 如果理論區間 我們早前 如果由4月開始 其實區間大概40,300 以及在4月19日最低 37,000 在這3,000點上落市 我現在預計 這個區間其實是上了一格的 你要看淡的道指 指而是短線 如果你是take position 或者你坐盤 或者再看 其實那道指 你不可以說它是大跌 你只可以說它升完上來的調整 那麼下一步 除非後市 你再持續急跌下去 連20天 就是由起步點突破阻力 然後上去這個阻力位跌穿 那你就會擔心市是見頂 否則的話 現在只不過是 這個很正常 不過的 破位上去回調是很正常 那麼現在 短線來說 如果你是想看好的道指 到指期貨 其實你應該是等它下去下面 你拿最少的指洩位 然後向上看 那麼現在下面的指洩位 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10天線 大概40488 下一個就是 接近那個 那個原本由阻力引伸過來的 變成現在的支持那個位 大概在4萬的邊皮 那麼所以變成 在現在40974 你要記住 那個道指 行400點 其實對於它來說 是1% 所以你行400點是輕而易舉 那麼看看它 是不是短線 會繼續延伸回調 起碼你昨天出了這支棍 它會有機會再調深一點 但是你說要扭轉整個道指 哦 美股叫做股災 崩盤 或者是美股大省 你怎樣都說不到 你始終都是 你講的五月份 都仍是講三萬八千一 上個星期 你都仍是講三萬九千九 就是這樣 它升得多 回調 食股這些很正常 甚至乎在一個奇述面上 我們認為它出現一個回調 Goodbye kiss 碰回四萬 然後再上都還可以接受 所以變成現在現水平 我建議大家 要麼你就做短線的 追這些短線 下去支持位食股 要麼如果你要看好的 你就要等到下去支持位 嘗試接近Goodbye kiss 這些位置 才再買 就會是這樣 暫時導致在現在現水平 就不應該追 因為你追的話 你一定要捱這些價格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是這樣 暫時 這個導致的走勢 都叫做正常 現在它昨天出現了一個回調 有理由相信 這個回調都會有機會延伸 看看會不會是回調 深一點 讓我們可以嘗試BioDip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